张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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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是什么 薛良一贯秉承委员长 让外密宪安内的国策 从鳄亿晚一直到陕甘、清丽 与红军作战 剿灭红军之后 张副司令你有何打算呢 在薛良剿灭内乱之后 将辉戈东至 收复东三省 听说东北军入陕后 真的吗?无稽之谈 我和杨主任的个人关系非常好 我想在场的记者们 都是有责任心的 希望你们不要推波诸篮混淆市庭 坊间传言东北军出师不利 三战三败于红军 请问张将军有何感想吗 哎呀这位女士所说的 三战三败并不准确 军事上 偶尔的失利是不足为奇的 而且可能是 战争谋略的一部分 主要看的是最后的结局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张将军 确切的消息说 东北军又对红军 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 我想问的是现在战况如何 哈哈 了不起啊 你们确实是神通广大 敏锐得很 好 那我就不瞒诸位了 现在我军确实又掉进了五万人马 近脚离去 嗯 学良 对此次战局的进展 很满意 嗯 我想不日将会有好消息 告诉大家的 张副司令 这次出征是不是 剿共的最后一战了 啊 也许不是最后一战 但对于红军来说 肯定是致命的一技 敌军从北路过来 照这样的开进速度啊 明天他们就可以抵达黑水寺 先头部队是哪一支 董英斌的109师 昨天开始已经脱离攻击队型 目标直取之洛阵 这个师的师长是谁啊 啊 他叫牛元峰 辽宁人 四十二岁 保定高级军官学校五旗毕业 后来又到了日本的江田岛陆军研究院 进修战役学 是东北军中学院派的代表 打起仗来他不要命 他109师在这个险峻之地 居然敢单独出击 可见这个人胆大骄作 现在看来他是想抢头功 直罗阵 有缘分 有缘分 韩清 刘布 报上登出来了你昨天放的话 这话真是你说的 是啊 有什么不妥吗 韩清啊 你听我说 好了虎正兄 我谢谢你的关心 打仗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 实力 前几次实力啊 我也总结出了三点 第一 过于盲目乐观 第二呢 手下有些人呢 太激进了 军事上的布局 不够严谨 这第三呢 胡正兄 这次搅供行动 有好多官兵 心里有许多想法 士气并不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委 但是这一回就不一样了 挨兵必胜啊 胡正兄 你就等我的好信吧 是啊 一仗收兵 我就乘胜杀回东北老家去 我看委员长还有什么话可说 好啊 好啊 少帅 那我就预祝你了 韩清 刚才军政部的同仁 还在谈论你的重新出征 我对他们说 也只有你张少帅 才敢如此力挽颓势 不弃胜券 是真正有军胆的人 大家已经开始为这一仗下注了 我的宝可谁夹在你的身上 韩清兄 你可别让我出血了 承蒙人兄们的后代 我张韩清不敢怠慢 因为我手下的兄弟们 还要凭此仗争脸呢 我也一样 诸位 静候佳音 好 先走一步 韩清还是年轻啊 这路阵是一个不过百货的小镇 三面环山 背面是一条小河 只有由西而来的一条路 从中间穿过镇子 嗯 好地方 好地方 对啊 对啊 我们正好用上尾典打员的老办法 前面几次胜仗 靠的就是这个法宝啊 既然他们是禁旅 那我们就应该避其锋芒啊 海东 哎 东边那什么名堂啊 哦 那是老人山 山上有当年红枪会 跟清兵打仗的时候 用石头来的寨子 走 过去看看 哎 老毛 小心点 牛延峰的部队离这儿还有多远 目前已经到了离此不远的黑水寺 海东的一个团在哪里阻结 海东啊 哎 立即命令你的部队 边打边撤 主席 您这是 他1090 不是要想投工吗 就让他先抢占直罗阵 哎 老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在黑水寺一带 占据着有利地形 那边的山道狭窄 汽车自重无法通过 敌人行军也难呢 我们正好可以在那里 把他们分段阻结各个击溃 这样 就打乱了敌人的主力 扰得他们步步艰难 这不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吗 现在 你把他们放进来 哎呀 一个师的兵力啊 要在直罗阵一休整 我们怎么能打赢啊 你们看看 这直罗阵像不像一个口袋 我引他进来 我引他进来 就是要一网打尽 老毛 以前 你批评我的正面战术 自贵州赤水战役以来 我的确信服了你那一套 游击战的变通打法 而且 劳山 榆林桥 我们还是靠这个战了上风啊 你现在这样 是打歼灭战 考虑到我们的实力没有 这可是有违你的一贯路子 水无常行 兵无常阵 打仗 要因时因地 因人而异啊 这就是编定法 既然大家 把这一战的指挥权交给我毛泽东 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取胜 这什么战术嘛 出水才见凉腿泥啊 海东 到 叫你的人 连夜把这个战子拆了 是 我要好好会会这个牛魔王 好 我们 到那边看看吧 好 谁说老子不会打歼灭战 但是 VER就是 小警察 在那家用来 我自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电告诉他 把这仗打得漂亮点 南京方面我给他提军长 其他官兵论功行赏 是 走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您回答 这个问题我现在很难回答你们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了副县的直路阵一带 如果你们有耐心的话 再多等一个小时 就会听到捷报了 请问张副司令 你估计战事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少帅 少帅 万一我们打败了怎么办呢 张军军 你这一张是要向五权大会献礼吗 你们就放心好了 会有好消息传来的 今天呢 是入冬以来的 一个很难得的晴天 我张军良要好好地放松放松 同美人出去吃顿好饭 这事别过去进去啊 请让一下 请过去 这手吧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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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全部扯库了 烂毛 你真是大胆冒险 这可是关系到红军的命运啊 老秦啊 你别担心我不会做没把握的事儿 兵法上不也说 大龄小者请以幼稚 刚重而硬 行下而顺嘛 把109师放进直罗阵 就是幼堤深入 这里山高地窄 永远峰的武器再好也派不上用场 这就等于是捆住了他的手脚 等他悟到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可是打击溃战更保险 不错 我们前面打的都是击溃战 也取得了胜利 但是现在面临的是大兵压境 击溃战对于雄后之敌 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 而歼灭战 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会起到重大影响 伤起食指 不如断起一指啊 击溃敌人十个师 不如歼灭起一个师啊 来起控城纪 专请司马仪 吉 zach Eloi 吉他 飯 氏 他 哥 氏 氏 那 末 兄弟们 大家安静 请牛市长许话 弟兄们 直罗镇大姐 大家劳苦功高 希望一鼓作气再拿下干拳 消灭共军主力 张副司令在南京 我们把战功报给他 给张副司令长长脸 我也会给弟兄们论功情赏 来 谢谢师长 来来来 大家努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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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各团是不是在城里 修主攻势 以防洪情袭击 不用废剑的气候 军 根本不敢动了正面教练 这次能躲过我的炮火攻击 已经算怎么走 是 他们在劳山与林桥两次得手 采取的都是围点打人的老战士 即使有人偷袭 也不过是一些零星的散兵 以我的火力配备 我吓都把他们吓死了 哈哈哈 老鹏啊 几点了 凌晨两点 打 面子 走 的话 埋伤 小兵 学校 车 车 慢慢地 encлись 主政 iverse - 走! - 阿嬤! 走 别让 青山 有战报没有 还是没有 109师始终联络不上 董军长的前沿指挥部 也在等他们的消息 纽约峰这个人 有一点最不好 好大喜功 他未必把董英斌放在眼里 如果他再来新的战报 你回电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他一下 战报就是战报 少给我来这些什么 势如破竹 这类的形容词 是 去吧 恩来 恩来 老毛 109师大部分 已经被消灭和俘虏 牛岩峰想骂北逃 现在只好要掉头往南逃了 他牛不起来了吧 成了没头苍蝇了 但是现在 牛岩峰的残部 已经占领了直罗镇南边的龙鱼山了 他果然去哪儿了 还是主席有远见啊 要不是提前拆了山上的寨子 那现在可就不好办喽 但是现在的地形对他们还有力 一手难攻 这个牛岩峰 这个牛岩峰 可真会牵地方啊 强攻应党 拿下老燕山 就牵住了牛岩峰的牛鼻子 哼哼 都欢啊 再从总预备队中抽掉两个连 加强二团 站作一大响 立刻增援上去 好的 至于中日问题 我在会上已经再次强调了 我认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考虑 一切之间问题 当于最大之忍耐 故以不侵犯我主权 危险度 某个友邦 是政治协调 对于 日本军队 对我国北方的挑衅 我国人 建议公理对强权 以和平对野蛮 遵循非战公约 表示克制 避免冲突 以待国际上的公法裁判 好了 来 私陪了 嘿 William Peter 是陪下 William 羊毛的是谁啊 他是澳大利亚人 来过过三十年了 以前给孙总理当三无闻 后来跟了汉清 现在又成了委员长和奖主任的高参 汉清一直很记不住他 你看着真正好 嘿 我的朋友 它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太久了 除了你的臉中,你完全是美国 然后她转向我说 except for你的臉中,你完全是中国人 其实,你知道真的,我的心里是一样 我的心里是一样的,中国人 对,你再攻击了一重的军队 整个城市说的战场 我说实话 我感到很严重 现在,日本人每天都会接近 但 General Ismael,会不会承认他的认识 为了抗战的军队,我们必须首先 尽量的城市 我的军队 现在,他正在抗战的军队 在南北北 这真的在抗战的全我们 好 好 当最终的男人开始抗战的日本人 什么我们必须要抗战 我认识 我认识了 我试试了这次再次和 General Ismael 我试试了他的反应 是美国人和美国人 没有人想看到中国变成一组 的日本人 他只是说 我讨论更多的中国历史 他说 每个中国的军队 在沟通的军队 不是很简单 但只有一件事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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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说 你认识 你认识 他总是很贵的 是 是的 我们说 是 脑子 所以 这战 我必须去 我真的要不想 我认识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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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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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队腰带 Engineer 请问 你们这次最高的指挥官是谁 毛泽东 李船长 用 把枪放下 市长 把枪放下 放下枪 我是1090师长 牛元峰 希望红军 能善待被你们俘虏的那些弟兄们 放他们回东北老家 打日本鬼子去 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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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这些兄弟们 跟着我张学良转战南北 为的是有一天 能打回老家去 现在却成了 异乡的幽魂 来 来 滚出去 滚出去 是 魏总 张海青来了 他还幽怜 吴院长 海青 这罗阵仪仗 我的邀灵九师 韩清啊 无界大会闭幕之时 就是我军凯旋之日 说得多么豪气啊 吴院长 你要知道 此次军事行动 是有失误 军事上的势力 给你们西北搞清楚再说吧 本次大会 旨在让大家统一认识 旨在让外陛下安内的政策 得以贯彻执行 是一个积极向上振奋人心的大会 而你主持的西北角共战士 却屡屡失利 这怎么向大会交代 怎么向国人交代 国际上会怎么看我们 看清啊 这不是军事 是政治 现在国内外 现在国内外某些人 看不清我们的国情国力 根本搞不清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你呢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 就损失了两个是一个团 这不是寿人以禀吗 这不是寿人以禀吗 更让我同悉的是 我的这些东北军兄弟们 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阿金啊 我是一时激怒 东北军这次损失这么严重 我心里也很难受啊 王院长 学良有一事相求 说啊 希望中央 给我东北军 一些补给 还有为何立中和牛渊峰 两位镇王的师长 各拨十万大洋抚须金 这是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名单 这些事情 你还是去找何敬之吧 告辞了 告辞了 嗯 喊清啊 这次你的东北军 损失这么大 可是 仰虎城 却按兵不动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就考虑把他的部队 调出陕西 把地方让给你 陆院长 我的祖坟在东北 骂了个八字 张副司令 现在 骂老头子是没有用的 我看您 还是好好骂骂您的部下吧 或许 taki 这面是想的 莫名的 你把你咋了 那面是 好 你打过来 这面是 他 你们打过来 你打过来 赶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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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 好 大没什么大事 会议结束了 你们各路翻网也都要回去了 又送下我孤家寡人了 委员长说笑了 我们在哪里不都是为党国为您效力吗 护城 咱们是老朋友 老同志 就不要说那些官场上的话了 现在身份呢 是啊 护城愚钝 不过不管到什么地方 也得分清楚大小黄 大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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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院长 把我那块好端页拿过来 好 谢谢 听说夫人写的一首好字 是女中汉林呢 魏总 我有个朋友送来一份好端页 给夫人带回去 哎呀 委员长 您错爱了 那人也不过是信手涂鸦 怎么用得到这样好的东西 收下吧 那好 那我就带他谢谢委员长了 护城啊 嗯 汉秦这次直罗阵一战 又失利了 而且败得很惨 真的 什么时候 想起 就不用告诉你了 进步马上就会有通报 我想说的是 汉秦还是太年轻 很多时候 说话 做事 都不够老道啊 而且 情绪也很不稳 这次吃了败仗 我担心他一蹶不振 再也不失脚供 或者 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不知你仔细想过没有 委员长有何见交 汉秦 就可能待在陕西 不动了 不过 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汉秦是委员长的挚爱 就是落在陕西 也是护城的荣幸啊 嗯 护城啊 汉秦要真是 是至东北 是至西北 你们两位 一个是我的左手 一个是我的右手 到死后 我该护着哪一字啊 宗志会 我刚才看见张汉青的神情 很辽络呀 又被吃掉一个尸 心情能好吗 那委员长 什么看法啊 委员长的心思 不在这上面 他 在动别的脑筋 哦 他让我防着张汉青 以免他会 失之东北 守之西北 在陕西扎根 看来委员长的提醒 寓意很深呢 坐 这还不是想让我与东北军 互相制衡 以防张汉青的西北作大 成了西北王 变成第二个阎西山 阳虎为患啊 这次 东北军损兵折将 委员长 恐怕也有切夫之痛吧 未必 哦 洪军是委员长的切夫之坏 难道东北军 他就真的那么放心 你想一想 张汉青 拥兵自重 当年一入关 就让严西山和冯玉祥 搅了谢 结束了中原之战 替老蒋解了围 因此 东北军的实力举足轻重 这啊 就好比是一匹猎马 驾驭起来呢 是万福莫当 可万一脱了江 那摔死的可就是主人呢 所以啊 要在这之前 先把他弄残缺 才安全 听总指挥这一番话 真是孝仁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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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吴成兄来啦 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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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长亲自带兵 进攻江西四年 前后投入总兵力超百万 结果又如何 不也是损失了好多人吗 红军还是红军 仍然存在 是不是 我现在啊 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说红军经历了 两万五千里的大溃退 应该是疲惫之事 苟延残喘 可他照样 把我东北军打败 胡承计 咱们都是带兵的人 什么样的人 才能带出这样的部队 跟这样一支军队 打内耗战 你说怎么得了啊 打到最后 我东北军 就会成了一个空架子 所以下面的士兵在传言 搅攻搅攻 越搅越痛 打仗打仗 越打越毁 见过委员长了 他怎么说 他在火头上还能说什么 我只是希望 不要让我东北这些将士的血百流 我希望政府能帮我安抚好 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 纽元峰和立忠 这两个市长是英雄 我已向委员长请求 各拨给他们十万大洋的复习金 韩清 这方面有什么困难 我也一定效劳他 谢谢 谢谢 我相信委员长会安排妥单的 韩清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讲 也许是我多虑 我感觉委员长 未必会答应你的要求 不会吧 现在脚工 是委员长的头等钥匙 西北市前线 东北军又在打头阵 我们现在损失这么惨重 我相信 南京 当然有些人会说三道四 肯定有人要看我张学良的笑话 而委员长本人 他是脚总的总司令 于公于私 我不相信他会拆我这个副司令的台 再说了 我所提的要求 都是合金合理的 或者就 你多虑了 那就好 那就好 王西梦的千里江山图 有点意思 那还是 你知道吗 这是王西梦 献给宋徽宗召集的寿礼 这千里江山图呢 送扬的是 大宋江山 一统万里 千年永固的气象 只可惜啊 只过了两年 金人的铁骑就踏过来了 江山没了 连宋徽宗本人 也都被困在了塞外 成了井底之蛙 这样的历史 胡承兄 可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再重演了 韩清 听说日本外相 广天红义 向中国驻日大使 蒋作斌 正式提出了对华三原则 要求中国 必须彻底取缔 排日言行 放弃依赖英美 采取对日侵善政策 要求 要求在中猛 接壤地区 做出 日本所希望的合作 还有 要求政府 正式承认 满洲国 那政府方面有什么态度没有 蒋委员长很无奈 但愿意进入具体商谈 维交部正来和日本谈判 不 不会吧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等于就把东北割让给日本了呀 这 这中国沦为日本附庸国的命运不就指日可待了 我张学良当初为什么东北一致啊 就是想把东北这块土地永远相信在中国的版图之上 那我这一切牺牲不就白费了吗 你说这政府 沦落到这般田地 我们这些当军人的颜面何在 这委员长怎么让亲日派牵着鼻子走来走去呢 韩晴 这事千万不可以一起用事 要从长进 天下的事 不是从此不可作为的 能在校长身边做事就是学生最大的荣誉 别的都不重要 你能啊 黄埔的学生 能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就好了 现在有些人是背信弃义 有些人 有些人是面和心不和 人人畏惧我的权力 可是 有谁知道 巅峰上的人 是多么的孤独啊 你们都见过皇宫的龙椅吧 高大 威蚁 沉重 其实呢 那是天下最不稳当的一把椅子啊 校长日日为国师操劳 学生看在眼里 记得心里 现在 广西的李宗人 白冲喜 广东的陈济堂 兵和一体 蠢蠢欲斗 北方的冯玉祥 也自认什么抗日同盟军司令 都是打着所谓抗日的旗号 另立自己的山头 在中央 汪造明也跟我发难 山西的阎西山 一直跟我若记若礼 心机很难揣测 山西山汉青这次出师不力 对我坚决搅攻的政策 产生了动摇啊 亦诺 你和他关系不错吧 我们是拜把兄弟 当年 复兴社刚成立的时候 他把在南京的一处私宅 送给我们当办公地呢 那你就替我 好好注意注意他的动向 我关心的 有两点 一 我不希望他或杨虎城走得太近 第二 保证东北军 绝对服从中央 是 我一定加强西安方面的工作 让雷剑帮把各种图像摸清楚 及时向校长反馈 因为陕西这个地方很复杂 共产党又想在那里扎根 许致陕西 无论居民 都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 中央 更不能无陕西 以做国防之基础啊 那 西北的仗 还继续打一凶 当然要打 要不然 我们怎么能在谈判桌上 占到主动权啊 对了 和中共接触方面的事情 也有了进展 德文一来的密电说 他在苏联活动通了 国防部长助理 纪维斯基少将 向苏联转达了 我们方面的意见 苏联表态说 如果中日发生大规模战争 苏联会在道义上 或者是在募资上 给予我们援助 这就好 我马上召见他们的大使 鲍克莫洛夫 另外 邓文一在莫斯科 还见了中共方面的代表王明 王明答应 让中共方面同意 派人和我们接触 你告诉邓文一 与中共的谈判 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他们必须 放弃反对政府的立场 不能以武力 和政府对抗 红军必须改变 由中央统一部署 服从中央指挥 他们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 其他的都可以谈 与冲啊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你来以防 动摇下面小共的决心 看来呢 日本间谍现在渗透得很厉害 不能让他们的鼻子 绣到任何异常 知道了 另外 张汉青手下 有个李青山 还有些能力 你知道他吧 对 我和他聊过 他是张汉青的掌官处主任 教处处长 整个东北京的情报系统 都是他一手建立的 这个人非常了不得 能力 才干都很厉害 我年前提醒他当少将 郑训处长的时候 连张汉青我都没打招呼啊 希望他能成为我的人 你想办法拉一拉他 国家危急情状 国势衰弱不堪 也正是磨砺我们意志的时候 郁能啊 我们要荣辱一共 苟不相忘 你要走啊一臂之力啊 校长 您这样信任郁能 学生莫知难忘 云冬啊 好多年前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首 古月歌谣 叫做 君乘车 我代曆 他是相逢 下车一 校长这么多年了 还记得带离名字的来历 我将永生不忘了 好 好啊 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祝我的恩典 永远照耀生命的天空 您导致不会迷失方向 教我们学会 平和 宽容 善待一见 夫人 您的话 真动人 什么时候也带汉青来这里看看吧 像他这样的铁血男儿 更应该得到主的教诲 所以届时也听了我的劝告 受了洗礼 也皈依了基督 不是人们都说 是因为委员长追求你 因为你信奉基督 所以就赶快接受洗礼了 你真是太天真可爱了 是吗 韩青也总这么说我 对了 韩青进来好吗 不太好 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没有人去找他聊聊天吗 韩青最近谢客 那找一天 我带你们去看文明戏吧 新牌的茶花女 好啊 对了 这有一张 我们姐妹和余峰制拍的照片 请你转交给她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交到大姐手里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 好好跟着韩青 主会保佑你们 部长 张学良来见 你说我不在了 我以为 金正修 快去备撤 是 韩青啊 苏联大使要见我 你能不能在这等我一会儿 不能等 我这也是急事 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该讨论完了吧 其实事情很简单嘛 一是为1090和110师 补充弹药和冰原 二是由政府 拨付20万县大洋 作为何立中和牛渊峰 两位师长的抚恤金 这人都死了 这点钱不算什么吧 政府司令 何某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长 做不了决策 军委会刚刚开过会 东北军在牢山战役中 被歼灭的110师 在直罗镇战役中 被歼灭的109师 已经被撤了编制 什么 撤了编制 这怎么可能呢 韩清啊 实在没有办法 大家的决定嘛 至于抚恤金的事 本来也不是个问题 可是这笔费用 历来是由 驻军在地方政府的 地方财政上开支 军委会 没有这个预算 何某 爱莫能助啊 地方财政开支 东三省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我向谁要钱去啊 向日本人要钱 再说你们做这个决定 蒋务员长知道吗 特需爱难照准 梁氏番号予以撤销 将终正 报告部长 彻底备好 韩晴岸 改革时间 我去看你 我张学亮混得 连二十万献大洋的面子都没了 好 院长 好 好 好 院长 院长 好 好 院长 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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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 韩晴呢 一九二五年 我打败了孙传芳 第一次带领部队进驻上海 我才二十四岁 在那个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女人 她美丽 优雅 聪慧 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这个女人 就是宋美玲 第二次我来上海 是为了戒烟毒 本想获得重生 却遭遇了刺客 哎 上海斧头帮老大 王亚乔 因为我丢了东北 她想用炸弹炸死我 哼 也可能是上天 点命我 国仇家恨未报 所以 让我才逃过了这一劫 第三次 我是从欧洲回来的 船 停在了上海码头 我站在甲板上 面临着三个选择 一 继续拥戴蒋介石 效忠南京政府 二 回去 坐镇北平 独立门户 三 参加南方的 反蒋阵 哎 那时候胡汉民 已经悄悄派自己的女儿 来到上海 想把我 直接送到香港去 而我呢 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前者 这些 都是我人生的重大选择 也都发生在上海滩 而现如今 可能又到了这个重要关口呢 韩清啊 西北的战事 和你在南京的境遇 我都听说了 中央 特别是蒋先生 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 他确实有失功云 韩清啊 你应该明白 有些时候 军人的荣誉 只属于江场 而操纵这个世界的 却不是我们自己的手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啊 江先生这一次 把宝押在了 你这一仗上 赢了 那就是双赢 你 输了 就只有 你自己扛了 你们告诉我 哪个人是长盛将军 啊 我东北军 是在为国家打仗 流血捐躯 死了那么多人 你们说 哪个中央大员 为之动容过 更可惜的是 别的部队打光了 军政部 马上补充兵员和装备 甚至有的 还有阔编 而我东北军呢 损失了两个师啊 他们竟然 把我这两个师的翻号 也给撤销了 还不仅如此 我给两个阵王师长 要求每人十万块 县大洋的抚恤金 和英亲 竟让我去地方政府要去 这纯属混账 东北 早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我向谁要去呢 曾文秀 你说我是去向 关东军司令板原征四郎要呢 还是叫我去向满洲国皇帝普医药呢 漢青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来上海把这些烦心事都忘了 哎呀 你让我把话说完 让我当着朋友的面把话说完 走下说 我张漢青绝对不是个软弱之人 我是在为我的东北军教区 你说说 啊 我的那些弟兄们 凭什么跟着我到千里之外来打仗啊 不就是因为有朝一日能跟着我张学良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吗 我们第一不争名 第二不争地盘 我们只要一个公道 难道连这点要求都过分吗 韩青啊 在座的没有外人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 当然了 你可以不回答 你是不是对当年的东北意志 后悔了 你说呢 这怎么可能吗 哎 你们都知道啊 当年 土飞员跟我说 日本 支持我当东北王 拥戴我做皇帝 的确 我拥有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三千万人民 我陆海空三军齐全 军工生产能力位居全国第一 我还有自己的边业银行 我完全可以印自己的货币 我要当皇帝水到渠成啊 如果我当初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 现在有溥仪什么事啊 我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做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做溥仪那样被全国人民唾骂的一个傀儡 谁 土飞员知道了我的立场后 他对我转告了日本天皇玉仁 对我的警告和威胁 我当时 让他带回去两句话 一 日本天皇不在我之上 我和玉仁是同庚 二 你们要记住 我张学良 是一个中国人 我张某 对得起江卫兰长 对得起我们这个国家 看清啊 我杜某是越来越敬重你了 好 两年不见 好好喝两杯 好 喝两杯 我呀 是一时感慨 不要因为我败了大家的幸 好 来来来来 坐 坐坐坐 我给你引荐一位高人 好 诸位 这位是真先生 上海赫赫有名的阴阳大师 他预测运程没有不准的 上海滩好多达官显贵排斥队都请不到他 今天小弟总算有点薄面 专程请过来陪陪汉清 怎么样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让真老给汉清测一测啊 不必了不必了 这人要是知道了自己的未来啊 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不想知道 我可想知道 一点 向真老请教 来 这只手 不对 不是男左女右吗 那是这只吗 也不对 所谓看手相面相 算卦占卜 乃江湖树是虎口的雕虫响迹 父慧牵强 不足为戏 其实人的命术已定 天道也时时给人透露玄机 关键看你能不能悟到 那学良 倒要向先生讨教讨教了 不敢不敢 张将军请坐下慢慢说 好 好 来 请 不知道张将军你听没听说过 中国有一本叫推背图的古书 推背图 嗯 呦 惭愧 太惭愧了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 命两位天相家李淳风和袁天刚推算唐朝的国运 谁知道李淳风一推算便上了银 竟推算到中国唐以后两千多年的命运 那今天日本清华这推背图也有所预测吗 推背图第三十九项的称语是 鸟无足山有月 旭出生人都哭 诸位细想一下 鸟无足山有月是个岛字 日本是不是个岛国 旭出生人都哭 日本开始强大 百姓开始哭泣 所谓的虚就是日 对不对 再看三十九项颂词是这样写的 十二月中气不和 南山有雀北山罗 一朝听得金鸡叫 大海沉沉日米过 十二月中气不和 十二月中恐有玄机呀 这些是不方直言 十二月中气不和 先说了日子 不和君臣不和 也许 十二月中气不和 指的是兄弟反目 从小处说这是家事 从大处说 这可能是要翻天覆地了 如此看来 在十二月的终局 和君臣不和你 始至 何时 这些是种老大 这可是是个人 那不和君臣不和君臣不和 先生 有幸相识 学良 敬先生一杯 来 干 国家的事情自有国家操心 我只关心汉清进来的运势 登老 给汉清指点指点迷津 指点迷津不敢 不过推背图里有一句称语 西北将军惠八牛 的确说的就是少帅不久的运程 西北将军惠八牛 你给我们说说什么意思 惠八牛 惠八牛 难道 难道因为汉清是属牛的 好了好了 都别猜了 张将军有慧根 慧悟到天机的 黎晨 赵小军 你们旅途疲劳 早点休息吧 别着急 有事还要跟你聊呢 进屋坐坐 好吧 走 汉青啊 你能看这么多书 可真是了不得呀 我哪里有时间看呢 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 你挑几本有兴趣的拿去看 我可没那么深的学问 我这一辈子 也就是一本七侠五义 已经够我受用的了 来 坐 杜先生 喝杯热茶 好 汉青 那你们慢慢聊 谢谢 汉青啊 掌握有什么事吗 这次我来上海 是想密会几个朋友 所以我不希望 身后有尾巴 没问题 你在上海一天 我就护着你一天 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 我就什么时候卸任 那我就在此先领情了 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客气了 好在在上海滩 我还算是能玩得转 两年前那件事 后来我去专门找过王亚乔 问他为什么要行刺你 他跟我说 是要警告那些 让东北三千万同胞 沦为王国奴的不抵抗将军 这个王亚乔 这个王亚乔还自称是爱国杀手 其实道上的人都知道 只要有人出得起银子 就能请得动他 我看应该叫他万国杀手才对 后来我给了他十万大洋 以后呢 我的人他就不会再动了 汉青 在上海滩天塌不下来 你就放开玩吧 这回不会再让少帅历险了 好 其实啊 我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个 我是不希望有人知道我的行踪 第一是日本人 第二是戴笠 这样这些日子 你就用我的专车 汉青啊 我这有件事 也想求你啊 这跟我说 我从缅甸 弄了一批鸦片 要卖到外蒙古 过西北的时候 想请你的人压压标啊 我才不跟你压标了 这样吧 我派我的车 我的专车去接你的人 至于这车上装些什么货 那我管不着了 好好好 我们俩就都睡个安稳觉 好了告辞了 等一下 这个呢 是莫索里尼自家庄园酿的红酒 拿回去尝尝 汉青啊 我们俩的交情 就像这瓶酒 越沉越浓啊 嫦娥报告天狼 东北军厌战情绪弥漫 杨虎城回散后 在给十七军团 以上军官训话时 流露出对国民党 武权大会的部门 张学良在会后 没有回西安 行踪神秘小事 请南京查室 安静 我们这次来上海 主要是来见杜先生 重远呢 以前和我做过实验 你知道吗 中国的第一套陶瓷机械 就是我们发明的 是吗 两年前在江西呢 它立排众议 保住了景德镇辞都的位置 功不可患 是吗 我记得四年前 第一次见到他 人文糟糟的 我还以为 是哪个报社的编辑呢 那时候他也是我的秘书 他是因为创刊 新生这本杂志 热上了祸 半年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闲话皇帝 激怒了日本人 日本人说 他是在侮辱天皇 妨碍邦交 政府破译压力 判了他十四个月徒刑 我和一些朋友 到处疏通 才让他保外就医 不过 我看你们 这么多年 真的是很少联系了 我和他之间 交情颇深 他这个人很耿直 他认为九一八事变 我负有很大的责任 所以就主动离开了我 这些年我真信 他一直在盯着我看 我们心是相同的 你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真的很特别 司机 停下车 是 我去买鲜花 送给杜先生 小姐 买吃鲜花 好 中文字幕——YK 谢谢